看一下第三題的部分 這邊的話是第二個工作表 你會發現它這個跟剛剛的工作表不一樣的地方 就加一個減號然後年份 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實是第二個工作表 所以切到第二個工作表就這個 原來是第一個,圖書資料 這樣的話我們就Ending了 我們就是切到第二個工作表 然後再來的話按照題目要的 把那個效果分別做出來 這個地方其實最大的差別也在找資料 它這個範例也在找資料 那最大的差別是前面一個是用篩選 那後面這個的話不是用篩選 而是用設定格式化條件 加上輸入公式 然後公式得到的結果就把那個得到的結果 把它的底色換個顏色,OK,填上去 當然那個公式非常擁長,我覺得真的是蠻難的 那首先的話有哪一些地方需要注意的 我們來看一下題目好了 所以第一個的話是他有跟我們講說 這一個他說要移除表格樣式 把它轉換回原來的範圍 那我剛才有提到啦,其實表格就是Table Table當然裡面包含第一個就是表格的樣式 跟範圍不一樣 第二個的話就是 他會預設是篩選 那我要把它恢復 那怎麼恢復呢?其實蠻簡單的 轉換回範圍 那主要就是一個功能而已啦 所以你只要游標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然後你就從上面的這個葉籤裡面 你可以看到會有其中有一個設計 不過這個設計的話呢 是因為你有設定為格式 格式化為表格才會有設計 要是你原來就是範圍 那並不會有設計 OK,所以你就點選設計 好,那點選設計之後 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的話會出現有一個功能 叫做轉換為範圍 有沒有,其實就是考你功能 如果你熟的話 其實就知道按一下就好了 有沒有,所以你把它按一下 然後呢 去更正一下 先取消,先否一下 他前面好像還要先做一件事 先要移除表格 有沒有,所以如果你要轉換為範圍之前 記得先把表格樣式先拿掉 那表格樣式怎麼拿掉 在表格樣式裡面 選擇清除 因為如果你把它轉換為範圍 忘了清除 你到時候不能清除了 一定要先清掉 因為要靠這個功能 所以你一定要先做 如果你後座的話 比如說你把它轉換為範圍 哇,它這個設計就不見了 這個功能就不見了 那就沒辦法轉換 所以先後次序很重要 OK,一定要先把這個 表格樣式裡面的清除先點一下 好,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會幫我們把那個樣式 給清掉 那你會發現從第二列以下 他就恢復回白底黑字 OK,這個上面的這個篩選 他沒有把它清掉 沒關係,你可以自己把它清掉 因為他只有清樣式 他並不會清那個篩選 不過題目裡面沒講 我們就不做了 OK,我們就把它清掉就OK了 第一個清除 第二個轉換為範圍 OK,油標一樣放裡面 然後他問你說 Ava轉換為範圍 是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上面的一個頁 有沒有,頁面,頁籤有沒有 設計呢,就不見了 OK,所以如果你剛剛是先轉換範圍 你要清除它的樣式 抱歉,沒辦法了 OK,所以那個可能要注意一下那個順序 接下來的話 已經完成了第三支A部分 接下來的話來看一下 三支B 那這個三支B的話 其實是這一題最難的部分 因為他需要用到幾個函數 一、二、三、四 總共有四個函數 而且這四個函數是必須要輸入到 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的 OK,不是輸入到那個公式裡面 然後他說要使用這四個函數 然後依序進行格式化設定那個條件 範圍的話就是A2到I的557 實際上就是不包含欄位名稱的底下的所有的那個儲存格 然後要做什麼呢 就是只要找到符合條件的資料之後 把它整列 OK,整列 這個設為這個深黃褐色輻射 然後較淺的 25%的 然後還要加什麼粗體 然後這個是字型顏色 然後底下的話要填滿 填滿的話是什麼 深黃褐 輻射 較淺40 OK,條件的話總共會有1、2、3 哇,總共會有這三 其實應該是四個啦 這個年份是一個 借鉤號後四碼是一個 然後呢 輸目編號前兩碼要23或24 所以其實是四個條件 OK 那四個條件要怎麼做 那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設定格式化條 首先答案第一個 我們要把範圍先選起來 所以一 游標放在A2 然後呢 Ctrl Shift向右 然後再向下 那意思就是說 你幫我找一下 這個 這個範圍的資料 OK 所以 設定格式化條件之前 記得一定要跟他講範圍 OK,範圍在這裡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找到 常用裡面的設定格式化條件 那裡面的話一樣 還記得吧 就新增規則 新增規則裡面的話 一定要找最下面這一個 就使用公式來決定 要格式化哪一些儲存格 OK 然後呢 把公式 輸入到底下的這個地方 那如果為True的時候呢 就會設定底下的這個格式 OK 那公式其實蠻冗長的啦 如果你想要先測試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 因為這個地方是非常非常容易做錯的 當然因為你們不見每個同學都網路啦 我先試一下 如果你們假如有網路的話 其實你可以直接把這個公式複製 將來的話 就是把這一串打上去之後 這個應該是在第七頁 所以如果你們 有找到 第204-1的這個 他應該是在第七頁這邊就有一個 最後的啦 這個是非常容易做錯的 所以我先把做對的 先給你們看一下 Ctrl-C 然後呢 貼到哪裡呢 貼到設定格式化條件這裡 當然將來考試沒給你貼的 這個是自己打啦 那因為 你要一次就打對這件事真的是蠻難的 所以我們先讓你知道結果 然後呢 如果你等一下做錯 你就跟雲端的比比看 如果假設你不一定用電腦 你用手機一樣可以看到 手機上面如果你輸入那個 我們上課的雲端的話 一樣可以看到那個 那個公式 你就比一下 就一個字都不能打錯 那設定格式 就是如果當這個條件為初的時候 然後設定它的格式 那格式它有自行跟填滿 這兩個地方 那一樣啦 我們把那個格式部分呢 把它把它加上去 那基本上呢 就完成了 看一下這個地方我有沒有 就是有幾個 比如說字型的話呢 它要我們做的效果就是 你看這個地方 叫 生黃褐 輻射 較淺40 沒有這個填滿 這個 生黃褐色 輻射3 叫淺 叫深25 所以就找到這個 所以記得喔 字型 就是指的是那個字 顏色在這裡 色彩 那找到那個 生黃褐色應該是這個 有沒有 在中間吧 這個 這個地方 然後它是要 叫深的 反熱鼠 應該是在 倒數第二個 這個地方點一下 就這個顏色 然後其他的話 還要什麼呢 它要選 另外出體字 出體字 這邊有一個出體 這上面有一個出體 OK 點一下 好 那這兩個OK之後的話 還有填滿 填滿的話呢 上面就不會顯示說 什麼 深黃褐色多少 對不對 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 先找到 字型裡面的這個相對位置 應該是哪一個 25 它這個是 填滿的話是 深黃褐色 輻射較前40% 那到底應該是哪一個呢 輻射2 較前40% 應該是這一個 那 可是問題 我們應該知道這個位置 那我可以把它記下來 那等一下的話 切到 因為填滿那邊 它沒有辦法顯示 這個訊息 所以你只要找到相對位置 就知道是這個了 OK 應該記起來 倒數第三個吧 所以你就找到填滿 然後倒數第三個 應該就這一個 這一個的話 就是它要的 的樣式 因為在填滿裡面 它不會提示 所以我們只能夠透過什麼 字型這一邊 因為字型這邊會提示 就這一個 拿這個位置 去比那個填滿的位置 這個可能是 比較麻煩的地方 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深黃褐色 輻射2 較前40 那沒錯 OK 好 就這一個 按確定 好 所以最後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在資料裡面 如果符合條件 它就會成像這樣的狀態 有沒有 這樣 這邊有 那其實跟剛才的篩選 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 它只會把 你找到的資料 填上顏色 但是不會把不要的資料 隱藏起來 跟篩選是不一樣的 又是另外一個效果 OK 好 那 接下來來看一下 條件部分 好 那把它先 先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 我們其實基本上是從 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 新增規則 然後記得 是設定格式化 先取消一下 第一步記得一定要選範圍 有標一定要 A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我先把 剛剛的規則 先把它清掉一下 所以清除好了 因為剛剛我加上去 你如果要清掉 剛剛的規則 要不就Ctrl Z 要不就是清除規則 我用Ctrl Z 如果考試 我是建議 比較推薦Ctrl Z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 來 針對 剛剛的四個條件 輸入到公式 這最難的 OK 那怎麼做呢 首先第一個 它這邊有條件 第一個條件 年份必須要在 2010 包含 所以應該什麼 年份在2010以後 所以是大於 也要等於 因為它瓜乎有含 大於等於2010 OK 第一個條件 那怎麼下條件 接下來的話 我們一樣先 如果要下條件的話 一優標先放在A2 然後Ctrl Shift向右向下 把它選起來 那我先把它復原一下 我們接下來就 針對題目要的那個條件 主意輸入 那這個也是這一題最難的 如果你可以一次 把它Key對的話 那表示你真的是 蠻厲害的 OK 因為這個條件實在太長了 不過如果你實在是做不出來 或做錯了 那我剛好有提到 在雲端白板上面 的第204-1 的第7頁這邊就有 我打正確的 OK 那你如果做錯了 沒關係 就把它 兩邊 比對一下 看哪邊 有 不一樣的 你就把它修正就好了 理論上你可以拆開來 拆開來做也沒關係 所以 我們 如果假如要拆開來做的話 它第一個是要 大於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我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Ctrl Shift向右向下 二的話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然後使用公式來決定儲存格案 這個公式部分的話 我先在這邊輸入 那當然第一個 我要找的 假設我們分開 如果它的年份 年份在哪 年份在F欄 OK 所以 我們第一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的開頭 一定是等號 就跟那個 我們Essale裡面那個公式一樣 只是說 Essale那個公式會自己幫你加 但是這邊要自己打 OK 切記 第二個的話 你要跟它講說 你的那個欄位在哪裡 你的資料在哪一個儲存格 開始 那我的儲存格在這裡 F2 所以記得 你可以點一下F2 或者自己打也可以 但是你如果點了F2之後 它會前後自動幫你加錢的符號 有沒有 可是呢 跟各位講一下 將來它 這個搜尋的範圍 它會 怎麼樣 一定要 年份一定要固定F欄 但是列的話 變成它一直要往下搜尋 所以列不能鎖住 但是F一定要鎖住 一定要固定F欄 所以請你把什麼 把這個 2的前面這個前的符號 記得把它移掉 也就是說固定F欄 然後呢 底下的列 你要一直往下幫我找 好 那後面的條件 就是 等號就當 F欄 的這一欄資料 如果是大於等於 2010的條件的話 那我就設定格式 那格式就剛剛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先 剛剛已經做過 所以我把它填一下 應該是這一個 然後出體 按確定 然後呢 你 當然 因為我們只有下一個條件 所以理論上 它會發生的狀況 是 如果大於等於2010的條件 非常非常多 有沒有 那所以呢 接下來我要再下第二條件 它就會過濾掉一些東西了 所以接下來如果你要繼續 再去做下一步的那個 條件的話 你就可以 到管理規則 因為我條件還沒還沒做完 那你怎麼辦 再點選這邊 管理規則裡面就有 我剛剛還沒完成的公式 再選擇 編輯規則 它就跳回來了 好 所以第一個條件 OK 第二個條件什麼條件 再切回來題目看一下 第二條件 它說要什麼呢 戒購號 墨 墨的話 那不就要從right 右邊 4碼 要是6668 那這條件怎麼下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要下第二條 戒購 我看一下 戒購號在這裡 A欄 那 第二個條件 所以兩個條件都要為True的時候 他才能夠去做那個格式化 所以 如果兩個條件都要為True的時候 請你注意一下 在等號前面 等號的右邊 請你輸入另外一個函數叫AND AND AND的話 就是 你必須要兩個 都要為True AND錢瓜糊 那AND錢瓜糊之後 如果你要下第二個條件 AND錢瓜糊 第一個就是這個條件 就是變成年份要是2010以後的 第二個條件就豆點就可以了 AND錢瓜糊 然後再加尾巴加一個豆點 第二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就是 放那個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 戒購號的 後面 四個 四碼 一定要是6668 這好像6668 那所以第二個條件怎麼下 接下來 這個條件 打一個right R-I-G-H-T 錢瓜糊 然後呢 那一樣 A藍 所以你也可以點一下A2 這個A2儲存格 不過呢 一樣 索藍不索列 所以直接把2 前面的這個錢的符號拿掉 原理跟剛剛那個 道理是一樣的 然後呢 我們就把A2的資料帶過來 然後豆點 我要幾個字呢 要四個字 所以呢 A2後面 A2資料帶過來 我要四個字 所以呢 那我就後瓜糊了 有沒有 那這個表示說我取得借購號的莫四碼了 那必須等於哦 有沒有 所以我取得之後 必須等於6668 所以 668 所以 那後面的話 當然就下一個條件 等於 前瓜 前雙引號 6668 然後 後雙引號 接下來 最後一個關鍵 因為 M的前後 前面有一個前瓜糊 所以記得哦 後面前例再補一個後瓜糊 好 第二個條件 看得懂吧 我剛剛 其實只有加什麼 剛剛只有加 M的前瓜糊 跟 豆點 這個是豆點 豆點 right 然後 A2 A前面有前的符號 四個字 等於 6668後瓜糊 就是這些啦 那表示說 我下了第二個條件 OK 好 所以 才第二個條件 那大概一個字都不能打錯 只要打錯一個字 結果就不對了 怎麼知道有沒有打錯啦 不過沒關係 考試的時候 這個如果卡住 我建議你先做別題 不然這一題真的是 分數很難拿 我是覺得 分數好拿先拿 不然的話其實 70分及格嘛 這一題也許 不知道才幾分 然後就耗掉你所有時間 花不來 對哦 但是如果你真的也可以做對那 表示你厲害了 好 OK 接下來的話 我們按確定啦 那當然第二階段 看看會成功 那如果 假如 因為我給第二個條件 而且還是AND AND是交集 所以理論上 一定應該會少掉 少掉一些資料 OK 有沒有 所以一定要是 大於等於2010 而且前面的結構號尾部的四個字 一定要668 按確定 然後再按確定 那你會發現 資料不見了 資料理論上應該是變少了 這個也要對 這個也要對 好 那這樣的話 就第二個條件了 還沒結束 還要第三個 第三個條件再架一下 第三個條件是什麼呢 OK 第三個條件看一下 第三個條件是 書目前兩個字 23 OK 24等下再加 OK 書目編號 書目編號在這裡 前兩個字 要是23 OK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的話 一樣 再切到設定格式號條件 然後管理規則 記得呢 再編輯規則一下 OK 然後呢 一樣的道理 我們在這個地方 哪個地方呢 在後刮弧的前面 不過我是建議你用點的 因為你如果用鍵盤 它好像會自己跑一些 這個坐標出來 你在那個後刮弧的左邊點一下 然後輸入第三個條件 痘點 痘點的話是第三個條件 什麼條件呢 就是書目編號這一欄 那就D啦 OK 所以一樣哦 它的 前面兩個字 那前面兩個字用laps 所以你就豆點打一個laps 然後錢刮弧 然後呢 再點 看你要不要點的 或者你自己打也可以啦 你就點一下D2 那跟剛剛一樣哦 把那個 2的前面的那個錢的方法拿掉 然後呢 再到2的右邊點一下 然後豆點幾個字 兩個字 如果呢 它的前兩個字 假如是什麼呢 假如 其實如果你用那個鍵盤去移動 它會出現坐標 所以我建議是用點的 然後laps 這個 的兩個字 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23 所以一樣 是22324吧 23 啊對 先23 然後雙引號 記得後刮弧一定要有啦 反正 就是再加一個豆點 然後laps d2 在d的前面 鎖 鎖 不鎖 然後呢 兩個字就豆點2 如果等於23的話 那格式不變 格式就剛剛那個格式 那所以你如果可以看到 假如這個23的話 按確定你會發現 開頭像21就不會 就會消失了 按確定就可以了 所以再加一個條件 再按確定好了 OK 那你會發現 目前呢 得到的結果呢 會越來越少 因為呢 只有 這邊一定要23 而且要2010以後的資料 6628才會出現 可是他要貨啦 所以還沒結束 這真的 有點太複雜了 最後的話呢 再把公式叫出來 那最後的話 你說 除了23之外 還要24的話 2323 那就變成說貨啦 那貨的話 你變成說 你必須要在第三個條 第三個條件就是這個豆點 後面就是第三個條件 記得哦 我的習慣是先把 我這邊太小了 我乾脆直接把這邊先 先把這個公式先Ctrl A 等一下 取消一下 我先把它Call到一個比較大 比較 可以放大一點的地方 給各位看一下 我先把這個公式先放在一旁 我先把這個公式先放在一旁 我把它放大一下 所以剛剛的話 第一個step是這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是加一個豆點 然後再一個right 第三個條件是這個 第一欄就是它的數目編號 如果還在加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再加 就是我把這個在Ctrl C好了 我放在底下 這樣比對各位同學會比較能夠看得懂 因為說真的這工夫實在太廣長了 最後的話就是在這個last前面加一個偶爾 或然後前刮阿虎 也就是說我要在這個第三個條件裡面再加一個或 然後或什麼呢 或laps它尾巴的是那個24 那24的話因為或前刮阿虎後面加一個豆點 就是第二個條件 所以或加一個豆點 我把這個字稍微縮小一點點 那這邊 然後記得喔 然後記得喔 我剛剛加了這個 然後後面再加一個豆點 然後我就把這個laps這一串有沒有 再複製一下 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豆點的後面 貼上 然後再加一個後刮鬍 然後再加一個後刮鬍 我剛剛加的喔 我一直在把它再mark一下 這樣看應該看得比較懂 OK有沒有 就是或 這個是原來的這個條件 那可是如果我要或喔 就23或24的話 那就是前面加一個偶爾千刮鬍 然後呢 後面就豆點 這邊要改一下 這邊要改24 好 結果就完成了 有沒有 蠻複雜的啦 當然如果你將來 那個就是在輸入公式的時候 如果覺得這邊編輯公式的地方有沒有 太小有沒有 其實你是可以在別的地方編輯 再貼過來 是可以的喔 你不要說一定只能在這邊打 沒有啦 你再找你覺得這邊字太小的 沒關係 你可以直接在那個 握的啦 或者是記事本裡面喔 做完之後貼過去 OK好 那我們就完成了最後一個步驟了 把這個地方喔 把這個公式啦 如果你要把它拿過去的話 好記得你就選這個公式 然後把它複製一下 OK 所以最後一個條件喔 然後貼過去 試試看喔 如果你可以一次打對 表現你真的應該功力不算太差 但是你一次沒辦法打對 也不是算你太弱啦 是因為這個太複雜了 OK 好 然後我把它貼過來一下 這個是真的是蠻複雜的 好 那貼過來喔 按確定一下 那如果得到的結果 是對的話 那表示應該 那怎麼知道對不對 其實你驗證一下就知道了 反正就是尾巴一定 開頭一定要23或24 所以這個是24 剛剛應該沒有 那尾巴是66 6668有沒有 欸沒錯 23 OK 所以理論上喔 這樣就最後得到最後要的結果啦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地方 最難的地方就是這一串公式 那這個公式的話 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也有一模一樣的 那如果你們試著打打看 如果實在是一直出錯 你可以比對一下 其實剛剛最難的 其實也是這個啦 偶爾外面再加一下 試試看好了